这里是FM520.999 绿绿思熟空中radio 大家可以看到 哇 今天早上非常可怕 出太阳然后打雷 打得非常大 现在是早上的7点12分 绿绿思熟在空中 陪伴大家 虽然说没有蓝色的云 但是呢 也是可一样有好心情的 不是吗 绿绿思熟在空中 陪伴伙伴展开 美好的每一天 我们今天又要来到 我们的后花园来探访了 在绿绿的小世界里呢 经常会有很多意外的惊喜 昨天晚上 也是跟很多伙伴在聊那个 麦克风的事哦 因为大家应该可以知道说 绿绿有好几年的广播经验 那也知道怎么发生 可是曾经有一度 失声7天都没有声音哦 后来经过检查才知道那个 原来我是先天的声门不全 所以我的发声 如果小时候就知道了哦 我可能就会很恐惧去发声 因为知道自己不全嘛 可是因为我不知道 所以我就常常会觉得我讲话吃力 可是我会很用心的去发声 然后想尽各种办法来提升自己 讲话的方式 很幸运的进入了电台 很幸运的当了老师 很幸运的把这个喉咙发挥的淋漓尽致 很幸运的从教育圈20年退下来 很幸运的不知道他身门不全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无知是一种力量 当我们无知的时候 反而会有创造奇迹的可能性 所以昨天有伙伴跟我说 今年下行 然后开始专得非常多 非常好战 我告诉他说 老天爷会派这个功课给你 就是相信你 好 所以就是加油 就是把这件事情完成 好 这里是FM20.999 绿绿思数空中radio 现在我们在线上跟伙伴聊的是 喉咙的保养 因为绿绿曾经也是广播人 所以很知道喉咙怎么保养 首先呢 第一个保养的方式呢 嗯 伙伴早安哦 第一个保养的方式就是 我们常会讲课讲到浑然忘我 绿绿到现在也是常常这样 就是会忘记呢 补充水分 好 那经过那个神医的指点呢 大概要15分钟喝一口温水 不要喝太多 因为有时候呢 喝太多你会跑厕所 15分钟喝一口温水 让你的身带 有 抱歉 有被湿润的感觉 像现在的绿绿就是没有喝水 因为一大早起来 然后处理完家务室 就赶快跑出来直播 没有带水杯 这样子的喉咙很容易在这个摩擦当中 产生了 也不至于是损害 可是你就会觉得 你的声音不会很清亮 尤其是早上我们刚起床的时候 还没有发声的时候 是不是觉得喉咙哑哑的呢 这个就是因为身带 它还在睡眠的状态 那绿绿这次的检查也很幸运 医生说我完全没有长检 身带啊 整个喉咙是OK的 就只有一件事 就是先天的生门不全 真的是一则已洗一则已忧 洗的是并没有去把这个喉咙过度使用长检 忧的是 天哪 我居然是天生的生带 生门 大门的门 生门不全 那后来我们就会开玩笑的说 绿绿是那个有生门的小麻痹 当这是戏虐一下 因为我的生门的两边 左边跟右边不一样大 就好像长短脚 就是一脚长一脚短 所以它会有细缝 有细缝我们讲话的时候呢 声音就会从这个生门的缝 跑出去 所以发声的部分就会很辛苦 好 那大概就是跟大家聊一下 第一个就是喝水的部分 第二个就是老师要学会发声的位置 好像我有三种以上可以发声的位置 有头部共鸣 有后部 有腹势 那尽量用丹田来发声讲 比如说我们在讲一些课程 是属于比较要威严 然后需要有一点厚重的声音的时候 像瑞瑞现在是就是用我的本嗓在说话 什么叫本嗓 本嗓就是你自己本来的声音 叫本嗓 那我们的老师的声音有变化 有起伏 在讲课的时候呢 学生会很期待 会投入我们的说书人的模式当中 所以呢 腹部发声的部分就是丹田 丹田在哪里 伙伴现在可以用你的手指 左手或右手都可以三指 三连指 然后在肚脐的下方按压 这个地方就是丹田 好 什么是丹田发声呢 丹田现在来测试一下 像我现在的说话是 FM20.999 雷雷斯书 空中radio 这是我的本嗓 这是我的喉音 完全都不用力 因为我在讲广播 所以就可以很自然 可是我们进入教室 面对二时三时四时 甚至我在演讲的过程 有遇到百人讲座以上的时候 然后麦克风又没有很棒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 富士的丹田发声 富士的丹田发声 可以让声音变得比较浑厚 然后让我们的发声没有压力 比如说我过去在带野外走读啊 或者是广播社的一些广播剧的指导的时候 就会擅长用富士发声 那我现在把麦克风拿远一点 那伙伴听听一下 我朗读一首绝句 然后用富士发声给大家听听看 好 潮舟音的早发白地尘 有没有发现跟绿绿丹的声音 差异性蛮大的 我今天还没有很用 大概用了两成的 这个就是富士发声 那什么是头部共鸣呢 头部共鸣会让你的声音更细 像飞玉琴在唱歌 就是属于头部共鸣的 他的声音会很轻亮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在唱一些 比较空鸣的歌曲 一些饭唱就会透过头部的一个共振 好 那这个部分今天绿绿没有准备 因为早上没有喝水 所以呢 没有办法唱歌给大家听哦 不然我就唱几首饭唱的歌曲 下次我有准备再来示范 所以老师要学会第二个 就是转移你的发音方式 除了喉部的使用 腹部的使用 头部的使用 事实上我们还可以加入声音表情跟肢体的动态 这样子可以让我们在发声的部分呢 轻松许多 这个才是教学长久之道 所以我们来复习一下 第一个你要喝水 15分钟补充一次 15分钟补充一次 第二个呢 你要做那个发声的位置的练习 肚脐下方扇子是丹田 丹田 要懂得丹田发音 丹田发音骂人 抱歉 我遇见好像很糟糕 因为昨天整晚几乎没有睡 那个小四夜 就是在前天呢 有那个带状性的泡枕的发作 所以其实我这两天几乎晚上都没有睡 你看没有睡觉的声音就是很紧 所以老师第三个就是不要熬夜 要睡觉 只有能保养的方式呢 来预防你喉咙的失声 如果没有睡觉 没有休息 没有喝水 没有适当的发音位置 那老师就会常常骚瞎 然后就会常需要 什么大力丸啊 什么金嗓丸啊 什么琵琶高很多 那我也常收到伙伴寄来的爱心喉咙养 就是喉咙的养方的一些产品 真的非常感谢 所以今天在线上特地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怎么样保养你的喉咙 保养喉咙的方式呢 除了第一个喝水 第二个发音的位置 第三个不要熬夜之外呢 来第四个不要吃辣的 炸的 刺激性的 绿绿在年轻的时候很能吃辣 非常能 吃辣的状态已经到了一个可以去比赛的状态 因为我真的很厉害 这个厉害没什么用 也不会赚钱了 但是呢 过了几年了 我发现这个辣真的 除了是口感的刺激之外 也没有什么帮助耶 所以就慢慢的减辣 然后最后戒辣 所以绿现在不吃辣 不吃辣的原因就是除了身体的健康 因为我不想沾酱 有一个好朋友 给我一个讯息 就是他有一位很重要的亲人 是因为洗肾过世的 就是肾脏发作其他的并发症 那时候医生就是有给他们一个很大的中顾 就是不要吃太多的沾酱 所以绿绿已经好几年 连吃水饺都不沾酱油 这种生活 有没有觉得很无味 但是因为现在自己煮 尤其是这一年绿绿经常自己下厨 那其实从小事业开始在肚子里 绿绿就奉行的 积极生活 减速生活 以及就是自己下厨 然后把那个食物的就是佐料减到最低的生活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很无知哦 觉得就这样过生活就好了 可是后来看越多越来越多的书 发现自己更加的无知了 原来很多食疗的方式 是可以补足我们身体的需要的能量的 所以现在绿绿常常想到 就是要补不如食补 食补不如运动补 这是国小的主任跟我讲的 我们以前上健康教育的课程是主任上课 我现在也深深的明白 真的就是要补不如食补 食补不如运动补 所以这一支无双 就发作这个带状性的泡疹 俗称的就是飞蛇 我们都很担心 但是我们都不会乱用药 我们从这个医生的精准的判断 然后下去做配合 那也没有跑去做民俗的疗法 虽然我知道民俗疗法很厉害 就斩飞蛇非常厉害 但是因为这种带状性的泡疹 长在幼儿是非常少的 那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免疫力下降 那因为妹妹之前就是跌倒 那就是下巴有受伤 好有做那个缝合的手术 所以有可能是因为侵入性的手术 造成的这个所谓的免疫力下降 然后听医生说 就是带状性的泡疹 就是第二次的水痘 所以它就是潜藏在神经丛里面的个病毒 然后就发作了 那长在妹妹的L4跟L5的神经丛上面 所以她现在双脚 单脚 单脚非常的疼痛 但是她很勇敢 可是倒是这个妈妈不勇敢 整夜都不敢合眼 然后就一直偷看她有没有在睡觉 那她会用她的手牵我的手 跟我说妈妈牵牵 我们心里就安心很多了 所以其实身为一个老师 扮演的角色非常的多 绿绿在线上播放直播演 只是单纯的想要陪伴所有的老师呢 可以在学校专心做你的工作 在家里专心扮演父母的角色 所以绿绿会经常提供一些 我曾经走过的一些航道 那让老师们减少摸索的时间 单纯的分享经验谈 并没有好坏也没有多么高深 就是只是一种想要陪伴 想要疼惜老师的心 因为自己曾经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记得曾经我举例过 我有一个礼拜三十五堂课的经验 那个真的是 不是铁猴可以完成的 那个还要那个 不好意思讲的比较粗鲁一点 那个还要膀胱 也要是铁的才可以 因为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所以绿绿在这边呼吁大家 要把教学品质提到最高的基础 第一个就是健康 没有健康就没有你的教学品质 我常常跟很多伙伴对谈 伙伴有时候忘记吃饭 我自己以前也是一样 晚上很晚睡觉 我也有过这个经验 然后呢 连喝水的时间 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可是伙伴绿绿以前做不到 因为自己身在其中 只要孩子过来了 就不好意思拒绝 可是呢 自从绿绿身体健康出了很大的问题 然后有不定期的炸弹 在我的身上的时候 我就告诉自己 我一定要告诉我身旁的教学伙伴 第一要懂得拒绝 比如说孩子过来了 可是你的拒绝不是那种无情的 你说宝贝 老师去上个厕所 你在这边等我一下好吗 上个厕所才三分钟而已 老师你就快去快回 如果这个孩子真的体贴你 他会在原地等你的 或者是中午的时候 你可以跟他说 宝贝有事情吗 那老师一边吃便当 一边跟你聊 可以吗 我们可以用这种很恰当的方式 来进行我们的梦想跟健康的兼顾 但是过去绿绿难以启齿 常常憋尿憋到很急 或者是说 只要有看到学生就浑然忘我 忘记要做生理需求该做的事 我觉得这都不太正常 不是说老师不正常 是说绿绿那时候的心态不太正常 因为我都好担心说 如果我没有帮助了这个孩子 我是不是就是不是一个好的老师 我是不是就没有尽力 可是我觉得教育是一个长久之道 孩子不会我们去做一下自己 生理需求的事 然后就觉得说老师 你不好你对我不好 我想他不会是这么的狭隘的哦 所以今天就是我们的线上课程 就要跟伙伴来分享 怎么样保养你的喉咙 除了喝水的补给 然后发生的位置 以及作息的正常 还有吃东西 不要辣的炸的刺激性的 最后一个很重要 就是要定期保养 好那保养的方式有很多种哦 第一种就是中药店 中药店可以抓一些保养喉咙的 中药的茶类茶包来泡 泡着喝 那之前绿绿有时候会我们线上伙伴 伙伴从宜兰寄过来的茶包 非常的有效 喝了就像绿绿现在在咳嗽对不对 因为我昨天没有睡觉就会容易咳嗽 我等一下再去喝一泡哦 马上喉咙就会得到安抚了 这个真的是很妙哦 那第二个呢 川贝系列的 川贝系列像川贝枇叭糕 那我不建议吃川贝枇叭糖 各位老师应该知道 我为什么不建议你们吃糖 除了减糖之外 就是糖会产生喉咙的负担 会生出痰类 然后你就会容易咳嗽 这个我觉得比较不适合 因为我们要讲课 那一边咳嗽 除了造成自己喉咙的负担 医生有说过哦 喉咙失身不算是很严重 你大力的咳它 或是用近身的方式说话 才是会造成声带的受伤 所以伙伴要记得 没有声音的时候 用笔的 用笔的 用版书的 用写的 像我一阵子没有声音 我就上电脑课的时候 刚好在上资讯网路课程 我就直接在电脑里面打字 就很像在上那个网咖 有没有 然后跟恋人在聊天这样 我就会打说 各位亲爱的宝贝 老师今天没有声音 请各位多多包涵 然后全班就会回答我说 老师没关系 你看这种失声互动 多么令我难忘啊 就是很美 然后如果说 有一些小孩来找我 我就会用手写板 就是一个白纸 然后在板子上面写字 然后跟他做对话 那他们都觉得好好笑 他说老师 你现在讲不出话来 然后这个状态好好笑 我就说对啊 好好笑哦 可是我们就很快乐的 把他的需求结束了 就是把他的需求 很认真的倾听 然后很认真的用纸笔回答他 讲完了之后 我就把那张纸交给他 说给你做留恋 还签名 还盖印章 还加日期 好 所以绿绿在教学的过程 也常常遇到喉咙不适的状态 好 那喉咙不适呢 因为我们的职业就是要用喉咙 所以绿绿今天在线上 就是希望老师要宝贝你的喉咙 然后第三个就是什么呢 哎 冰糖炖梨 好 冰糖炖梨 那这个这铁秘方很有用 可是梨子 是有季节性的 所以不能常拿到梨子对不对 好 就是 老师可以Google一下网路上的秘方哦 那其中有一个秘方是 冰糖炖梨可以加结梗 好 结梗就是我们那个花语 不变得爱的那种花 结梗 紫色的 它是一种中药 就可以放到冰糖炖梨下去炖哦 那喝那个水就好了 好 然后第四种是洋葱 洋葱下去炖 喝洋葱水 好 洋葱水不但可以消 那个 脂肪 绿绿有试过一阵子哦 但医生跟我说没有用 那因为绿绿的问题是那个 呃 我的 我会继续变胖的原因 是荷尔蒙失调之外 就是因为我骨盆 曾经受过那个 车祸强烈的撞击 然后它有 倾斜的问题 好 所以会造成下半身水肿的问题 这个目前绿绿还是很认真 在做瑜伽跟拉筋哦 希望可以赶快 在中年以后把身体调回来哦 好 那当然还有更多的秘方嘛 所以今天就是想要在线上 我们今天没有植物迷宗哦 今天想要 因为今天品质不佳 今天想要跟伙伴来分享喉咙保护的方法 所以老师 你有没有什么奇妙的方法 好 请你在留言区 写下那个如何保养喉咙 我们复习一下 今天的第一招是 适度的喝水 15分钟一次 第二招呢 是腹部发声 头部发声 跟头部发声 三种发声处的交互使用 好 让老师可以用丹田讲话 好 第三种呢 可以透过不要吃不要熬夜 坐席正常 好 那第四种呢 就是不要吃辣的 不要吃炸的 不要吃刺激性的 喝酒 小酌就可以了 不要大饮哦 第五种呢 就是保养品 好 有川贝啊 结梗啊 冰糖炖梨啊 或者是洋葱水啊 还有的话就是 像绿绿会喝中药的茶包 等等 好 这个就是可以帮老师 把这个调整过来 最后一种是呼吸的方式 这个是绿绿要现场指导 伙伴可能会比较清楚 我们平均一分钟 讲话的速度 可以有两百六十几到三百二十几 那绿绿的速度算是非常快 原因是因为我做过广播人 所以我讲话的速度很快 但是老师 就是我们在课堂间 有时候 说课的时候会回来忘我 所以你必须透过呼吸的方式 调整你讲话的速度 比如说绿绿现在示范三种 三种速度给大家 哇 我们这边下雨了 太阳雨 好 我来躲雨一下 第一种速度 慢 慢 这里是FM0.999 绿绿四十五空中radio 这个叫慢速 好 第二种中速 这里是FM0.999 绿绿四十五空中radio 这中速 好 我们现在快速 这里是FM0.999 绿绿四十五空中radio 好 这三种速度呢 大家交互使用在课程当中 所以你讲话的方式呢 就可以有一种节奏性 那说慢的时候 可以呢 让喉咙休息 但是不摩擦哦 不摩擦 不要刻意的压低喉咙 如果你要低声发音的话 要用腹部 比如说我们什么时候会说慢话呢 我们在讲重点 讲重要的课程的时候 会说慢话 那中等速度就是一般的讲话 它快速呢 就是有时候在说到精彩处 或者是你有重要的事情 想要交代 然后讲到忘我 都会快速 所以慢中快三种速度的交错 可以让老师的教学品质的 声音表情有起落 这个起落会帮助老师 在授课方面呢 可以更加的有张度 比如说我们今天来说一段故事 从前从前有一个小孩 他跟着外婆一起在街头卖火柴 然后这个就是慢速 老师我随便编的啦 有一天他来到街上 哇原来今天是圣诞节 他看到橱窗里 好多人都在庆祝 这个也是慢速 好在这交代背景的 于是他就心里想着 奶奶刚过世 我真的好想念他 他抬头看着下雪的天空说 奶奶你在哪里 我真的好想念你哦 棕树 就是人物剧情的对白 就是可以用这样子交错的方式哦 去进行所谓的说故事 老师我们发现下大雨了 好大的雨哦 哇这场雨真的很大耶 大大会把绿绿的声音盖过去了 好 今天呢在星期五的早上 丽丽跟大家一起聊聊 喉咙怎么保养 同时呢因为下大雨的关系呢 我们可能要结束直播了 那先祝福伙伴呢 在周周日拥有愉快的休息时间 准备好你的充电 下一个礼拜要继续在 为孩子们付出你的所有 然后进行海贼王的航道 那今天送给大家的一首歌 因为下雨嘛 我们来听听王孟林的 早期的名歌 雨中极井 等一下呢 绿绿会把这个连结放到网路上 大家要按进去听一听哦 我们听快乐的歌 就不会被下雨天影响到你的心情了 好这里是FM50.999 我爱你999 谢谢伙伴线上的陪伴 祝福您 我们明天见 拜拜